杭州这区区40度的天气直接拿捏不了了 于是冰杯就活了起来 冰杯配酒越喝越有的确是好东西 但一个塑料杯装一些冰块就卖你3块5 大家好我是沙明君 为何冰杯比普通冰贵那么多 又为何能让农夫山泉 浴血冰城河马等原地开卷 纷纷推出自家冰杯产品 带着这些疑问 产品厅查了一圈资料发现 这玩意儿里面的技术门道可不少 首先冰就不是你家冰箱能冻出来的 它经营透亮很不容易化 一个冰杯能搭两三杯饮料 而普通冰块气泡超多 泛白丢饮料里化得快 总之就是不够持久 这是因为家用冰箱制冰 是先从外面开始结冰 最后再透到里面 所以冰块的内层温度没那么低 水里的气泡也没排出去 但工厂里的商业制冰就不一样了 通常是靠流水缓动和分层结冰 把水一层一层的喷洒到结冰板上 流动受冻并层层挤压 这样得到的冰块 从里到外都冻的一样透 融化速度也就更慢 为了保证冰块结晶的纯度 它们甚至不用自来水和矿泉水 而是用纯度更高的纯净水 另外比起冰块本身 冰杯的杯子更有科技含量 甚至还得依靠进口 普通的饮料杯一般用的是PET塑料 这种塑料在低温环境下会变脆 冰块又是有棱油脚的 用PET来做冰杯 很容易在运输过程中把杯子戳烂 而且冰杯的保质期是12个月 长时间低温存储和多次运输 普通塑料材质真不一定挺得住 所以冰杯的杯子为了极其抗动构硬 且美观透明 有些人就用上科技又很活了 比如添加增刃剂等改性成分 这样造出来的塑料虽然能顶住低温 但也带来食品安全问题 例如致癌物质双分A 压根就不能实用 那咋办呢 连累人员发现 早就用在化妆品包装和电子烟液上的 PCTG和PETG塑料 简直就是天选冰杯胜体 这玩意高温低温都不怕 能在零下40度到80度之间保持稳定 可塑性强 但问题是PETG材料的生产技术 早在1982年就被美国伊斯曼公司垄断 卡了全世界的脖子 2002年 韩国SK公司凭借另一套技术手段 也量产了PETG 然后就一起技术封锁 从此全世界的PETG市场 几乎被这两下瓜分 产品军翻到一份行业报告 里面的数据就表示 国内市场超过85%的PETG 都得进口伊斯曼和SK的 一直这样也不是个事 在PETG技术上 我们也有不少突破 比如辽阳石化 2012年就实现了10万吨级的 PETG工业生产技术 是国内首家拥有PETG专利的企业 近年来江苏伊尔曼 也宣称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生产路线 不过研报里也有提到 一些下游工厂认为 国产PETG的质量有待提高 而高质量的PETG 生产规模又不够大 总之 黎明前夜 还得继续努力 冰杯最先是在日韩爆火的 根据前站研究院发布的数据 日本一年冰杯的销量 高达25.7亿杯 比普通瓶装水卖的都好 冰杯在韩国人气也高得离谱 当地年轻人甚至放出话 冻死都要喝冰杯时 放到国内 近些年 年轻人对冰品的消费习惯 也培养起来了 像咖啡奶茶 酒水冷饮 都是用冰大户 国内冷链运输也日趋发达 这就使得冰杯消费的产生 恰逢歧视 按2023年 及时零售冰品 冰饮消费趋势白皮猪的预测 2026年 我国冰品冰饮的市场 有望突破630亿 什么概念呢 天然矿泉水的市场规模 也就690亿 未来真的人手一个冰杯吗 差语你觉得也不一定 并不是所有年轻人 都买冰杯DIY冰饮了 比如差语君 倒不是因为买不起 主要是 公司里的制冰机一直有冰